大家好,我姓鄭 今天是禮拜六 歡迎來民政務上課 今天禮拜六是最辛苦的一天 從早上七點半一直做到現在 很累,屁股也會痛我知道 我們也有做過,辛苦大家 自己坐在這邊來聽聽我們台灣的法理 國民黨的教育沒有講的一些事情 歡迎你們,來 我們是在講法理 並不是講一些感情因素 法就是法,沒有什麼折衷 我常常問人家說 來了民政務,民政務到底是什麼東西 應該你們知道民政務是什麼嗎 別的老師有講過嗎 有嗎 佔領區的人民成立的政府就是民政務 依照國際法、戰爭法之下成立的 所以說我們是民政府 我們是佔領區的人民 要會去,我們是佔領區的人民 我們以這個出發點來看 很多的狀況 我們社會總統或是我們的 國民黨、民進黨 還有一些什麼柱柱節 小英要選總統為什麼要去美國那些 你還知道很多事情嗎 沒辦法解釋的 可以在這邊慢慢的有一個解釋 輪廓會出來 我在講說 有人說為什麼要成立民政務 為什麼有民政務 我們為什麼要成立 因為是初級班 我在講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出現 就是在 在一些有自知識 有一些頭腦比較不一樣的人 發覺到說 我們台灣人 每次要在國際上要走出來 要發聲 說台灣要獨立啦 台灣要獨立啦 台灣要自憲嘛 除了中國 中國人在反對以外 還有一個人很奇怪 他還在反對 而且反對得更激烈 就是那個美國人 美國這個國家 聽到台灣人說要獨立 他說 說台獨代表戰爭 你怎麼不聽過 有的人可能比較 不會再 比較不 比較不關心 不care那個政治的新聞 但是美國人都說 台灣不可以獨立啦 台灣不可以公投啦 公投獨立什麼 代表戰爭嘛 但是我們仔細想想 很奇怪就是說 明明美國是 國際上的 民主 自由國家的龍頭 他自己享有自由民主 普世價值 欸 就是這麼奇怪 為什麼我們要追求普世價值 美國人出來說 你們不行 你們不能民主 你們不能公投 你感覺很奇怪 你感覺很奇怪 他們 他們在享受民主的成果 不要讓我們台灣人 民主 要公投 要獨立 所以有些 聽到好的 講 就講說奇怪 不然我們來搞美國 為什麼美國不讓我們這樣 他就真的 跑去告美國說 美國人沒有給我們人權 就是這麼有 這麼很奇怪 人家說 我來搞美國 他跟法國還是怎麼樣 他跟不一樣 當然人家會笑他說 不同國家的人 怎麼可以去告人家 就是說我是英國人 我去告法國政府說 法國政府 你不給我英國人人權 法國政府會理他嗎 不會啊 可是 在我們在台灣島上 你自己在靈靈想想 好像隱隱約約模糊之中 台灣第一路 台灣的第一路好像模糊 模糊一中 好像我們 美國都要有一定的牽連 有沒有 如果你慢慢的思考一下 想一想 好像 買武器 都要向美國買而已 我買的武器 大部分都是美國的 我才有一種法國的 法國的什麼 拉瓦葉劍 有沒有 好像都跟美國 有關聯 結果他們就真的 跑去告美國 告了美國 就發生一件事情 美國的法院 接受台灣人的告訴 你去美國法院 去美國政府 沒有台灣人的認款 美國的法院 會發官 接受我們的過手 接受我們的告訴 說 好 我要審理這個案件 事情就是這樣 然後在反覆的訴訟 得到結論了 美國的法院 法官 在他的判決文 有寫出來說 他承認 台灣人 台灣這塊地 還是他的佔領區 在他的判決書裡面有寫 當然他有判決說 台灣人怎樣 沒有國籍 對吧 台灣人沒有 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對吧 我們還在政治 煉獄中 對吧 還有什麼 他要主動幫助我們 背高 幫助我們原告 這是真實的東西 你用上網查 你把那個 上官網看了判例 判例的案號打進去 Google一下 你會看出 那個案件都出來 判決你會看得到 但是現在的台灣人 知道這件事情嗎 很少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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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台灣背後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這塊地 是誰在主管 台灣治理當局 我們如果看那個 外電報導 台灣當局 就是指 中華民國 你們知道嗎 他們正確講是 台灣當局 他們不講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怎樣 滅亡了 對 我覺得 這般不錯 知道滅亡了 真的 他是滅亡了 以一般來講 你跟我建交一定是 叫我的名字 我跟你當朋友 你叫你的名字 叫大哥 還是叫大姐 對吧 你們某姓什麼 可是中華民國 跟美國 跟一些大 主要的國家 建交 他都不用中華民國 他為什麼不用 是因為對方不承認 也不要讓他用 所以說有什麼 日本交流協會 對吧 美國什麼 在台協會 還是商業辦事處 文化交流協會 日本文化交流協會 都有這些 國家以外的名稱 因為他們重要 我們台灣有經濟實力也重要 所以他跟我們交流 他就用不是國家的名稱 在跟我們交流 實質上他就怎樣 他們就是不承認你這個政體 可是他回到台灣 對著2300萬的台灣人民說 我們是主權獨立國家 所以說大家要醒起來 如果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的話 那應該我們建交 就要互設大使館 對吧 就很正確的 中華民國有沒有大使館 有啦 金錢外交 中南美洲小國家 那個有 就好像 他們的外交部說 我們中華民國護照 是有100多 130個國家免簽證 我們是主權獨立國家 其實一直在欺瞞我們 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 達賴麻他有沒有去美國訪問 有沒有去中國訪問 有沒有去來台灣訪問 都有 他們也是流亡政府 他們也有發行護照 你們知道嗎 他出國 達賴麻的水蟲那些人也要護照 他也有旅行證件 所以他們也有發行他們護照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們也有發行護照 有啊 你只是拿那個流行 護照也有分顏色你知道嗎 有分 我記得是好像分四種 還是五種 有紅色的 帝國的 藍色的是 共和的 民主共和的 還有一些流亡 就是我們拿的綠色的 那個綠色的 還有綠色的 還有一個黃色的 就以前的那個 琉球拿的旅行證件 都有分顏色 只要外國海關看到你的 你的護照 你的護照 是綠色的話 他就認為說你是流亡國家 他會特別的care你 怕你說你進了他們國家 他不離開了 你知道嗎 甚至有的比較 有些國家還叫你 塞個兩塊 三塊的美金 他要不要在旁邊 因為你是流亡 流亡體系的人民 只是台灣人民好像 不知道這個情形 如果是一個美國人 還是一個日本人 他經過比較落後的國家 像 好啦 像印尼 他就會這樣 他們比較腐敗嘛 他會叫台灣人民 塞五塊錢美金 可是日本 日本人拿日本護照 美國人拿 美國護照 經過那邊 他們不甩這一套 他們有外交人員 大使館 保護他們 會替他們講話 所以他們不會做這個 做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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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家剝削的事情 好 我先要講回來了 剛剛講說為什麼 我們要成立民政府 因為他們已經承認說 我們是佔領群人民以外 我們就趕快 趕快追問說 那我們不能獨立 不能公投 我知道被你們佔領 不然我們台灣人 到底會能做什麼事情 每個人就講 好啦 既然這樣講的話 好啦 你就成立一個民事政府好了 民政府 希望跟他們 就這樣 他說 他問說 你們台灣人到底有什麼需求 有什麼 你講一講 當然我們講說 我們不要讓中華民國管 對不對 他也不幫我們照顧 官方很差 結果那個美國人也笑一笑說 好啦 那你趕快把 你們台灣如果自己要管自己的話 當然就是要怎樣 台灣人找出來做官啊 那我就跟 秘書長一定會跟你講 你們住在台灣的台灣人到底在哪裡 那時候連秘書長不是台灣人 你知道嗎 以法律來講 你要有ID 你要有身分證明 因為國家一個地區 你身分證明是什麼 你就什麼人吧 你的身分證明是什麼 什麼 中華民國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知道嗎 你真的 你身分證明是什麼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英國什麼 立法沒有車子 你看車子那支 就是什麼 就是中華 就是中國 就這麼簡單 沒有第二句話講 有人說 中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中華民國 我是中華民國 我跟他不一樣 我一國了 這兩個中國 其實以法院來講 我們勝凱港 中華民國就好像鄭成功一樣 他們要怎樣 反清復明 明朝亡了 清朝全世界就承認他 可是很奇怪就是說 有一些叛爛分子像鄭成功這樣 跑到廈門 台灣要反清復明 要打回去 不服從他們的管轄 可是全世界都承認清帝國 大清帝國 不承認大明帝國 可是他們認為說大明帝國還活著 可是這個是會慢慢的隨時間 慢慢的 他們就降服了 歸順降服 會隨時間改變了 政策公司的眼鏡 鄭克爽什麼政經 他們的子孫就慢慢的 規復了 那就是中國人的問題 我講這個你回想我們自己 又有一些人 那些前朝餘孽 來到台灣說我要 反攻跳板 那些人 反規復興中華 反攻大陸 有沒有 可是全世界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是他們一直想說他要打回去 有沒有 我們是反攻 台灣是反攻跳板 有沒有 大家要想 我們台灣人不要亂說 他要告訴我們 他要管轄你 他要在那邊做復興基地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整個自己都空空 大家不要笑 我講這個你們可能會笑出來 大家不要笑喔 以前我認為總統都一定要信蔣 才能做總統 真的啊 我講這個人家會笑 以前我小時候我認為說 總統一定要信蔣才能做總統 真的啊 真的啊 我講公他立正 我要講經國過世的 那時候我講宋美 那時候有點政真 那時候就想說 總統一來洗禁會怎麼做 以前是這樣 就是這麼單純 我們台灣人很單純 因為他就是用 教育的方式 他們六十幾年七十年 他控制你的 報章 雜誌 媒體 他叫老師就這樣幫你教 教科書就是這麼寫 你補助也想要幫你寫 電視也想要幫你演 電視連續去都講 唐商過台灣 都一直跟他一起連結 其實你們有想過 其實我不是中國人啊 你們知道嗎 其實在這邊在現場 其實是中國人根本 其實是極少數 根本就是沒有 沒有 我不騙你們 因為他們都是 我們都是被什麼 當初都是被漢化 被視信 平埔族人 大部分都平埔族人 像說有數據是說 當初日本人過來 治理台灣的時候 他們有做一些 戶口調查嘛 或他們做得很好 他那時候就有寫說 平埔族的人熟翻 有三百多萬人 那時候 升翻好像三十萬人 內地人 內地人是十幾萬 後來又有增加 十五萬人 但是他有寫一項 就是說 支那人 清國人 有一萬 一萬多 一萬三千多人 一萬七千多人 我忘記了 那是日本人 開始統治台灣的時候 開始做第一次 戶口調查的時候 把他找出來 平埔族是三百多萬人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日子剛開始 可是中國人 真的支那人 他們只有 人外的人 應該四百分之一 中國人是四百分之一的機率 你們知道嗎 真的是 所以你們 其實你們大部分都是 台灣的平埔族 你們是熟翻 你們是熟翻 你們知道嗎 你們是熟翻 因為被漢化了 因為統治者都來漢化 日本會怎麼 黃明化 趕快 都希望納入這個土地 變他們的 但是 中國人沒有成功 他也有無心 像說 我講回來 不要講太遠 因為你們是初期班 一講 可能會講很多 那就是說 把中國人 把台灣人找回來 在法理上 大家馬不證明 你是台灣人 美國人 美國人就說 好啦 那你們把 願意當台灣的人 你把他找回來 我替你們做身分證 美國人替我們做身分證 願意當回台灣人 來請 來請 請那個身分證 不然你說台灣人要自己 自己管自己 結果沒有台灣人 你是要管什麼 就沒有台灣人 讓你管啊 很簡單啊 好啊 你說我要自己管自己 你自己管自己 要不要管你的人員 對啊 你要有行政官員 才能管自己 自己管自己 所以要從台灣裡面 找出一個行政官員來 來管台灣人 來治理台灣 所以說 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 就是 受到美國軍事政府的 的要求 也是 指示我們開始 成立台灣民政府 把台灣人找回來 請身分證 證明你是台灣人 乾脆等一下要 把裡面那些人 願意有 可以來做 接收人員 你知道意思嗎 就當初 日本離開 中國人來的時候 他也有接收人員 每次都講那個信聯的有沒有 接收大人員有沒有 接收日產有沒有 他就是接收人員 澳門也有接收人員 他們離開以後 台灣的公務體系 公務人員 那些人還在喔 不是說都把人趕走 不是 你們知道嗎 只是我們過去當頭 然後指示他們做事情 然後我們 中央發一聲命令 做什麼事情 做個動作 做個證件 做 請身分證好了 全台灣的人 開始請身分證 然後 一口令下 全國的 護政事務所 開始一板新聞警 然後就派你到那邊監督 大家都做這個事情 貫徹實施 一個人口令 一個動作 這個政府就會成立 你知道意思嗎 那個政權就轉換了 政權就轉換了 我們就是來做這個動作 把台灣人找回來 把台灣人找回來 然後你們來這邊上課 就是要做什麼 就是要做接收人員 你們知道嗎 我來這裡是要來做看的 其實最正確的講話是說 你來做接收人員 你來做接收人員 做個是附帶 因為你只要有一個官職 你把法師 你還監督 說他們的客戶長 還是他們的局長 我說今天颱風天 怎樣這樣這樣 消防 緊急 叫我們小組 怎樣 成立一個應變的防災中心 中央 中央下一個命令 這個地方成立一個應變中心 我們就 每個人都成立 每個郡 我們是州郡制 每個州 每個郡都有一個成立 防災中心 這樣就是做一個動作 改造 就搞財換代了 然後有人想說 我來做行政官員 我說我夠 我有夠夠嗎 還是說我 我就不可以 偷偷找 還是說我偷偷無關 其實大家來這邊上課 我覺得大家都 都是有那個勇氣來上課 其實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對台灣這個土地中心 外面的很多人 不見得 不見得讓你 像你有這個勇氣來這邊 我自己來開港 我最前面 我也來聽說 台灣很多法律 是怎樣 美國人還要把政權交給你 如果美國人說 你就 一天說台灣要獨立 台灣怎麼獨立 國家的行程 要有土地 要有人民 你也沒土地 你也沒有人民 你台灣人在哪裡 身份證拿出來 都是中華民國 你是中華民國的人 所以說台灣人要覺醒 要講道理 那知道道理 不然 不然 在亨利 严毅 全然有感情的勇試 我說我是台灣人 你是中國人 你把美國人說 你們老公是英國第幾代的殖民過來這邊 所以你是英國人 也是美國人 那個美國人可能 看了可能頭髮幫你抱著 你是在說什麼 我明明就是美國人了 就算我的老公還是我的祖父是移民過來的 那因為我 他們因為志願意願 然後願意來這邊重新開始 然後加入別人的國籍 然後也生長在這邊 然後你怎麼還說他是英國人呢 我明明就在這邊有繳稅什麼什麼 所以我是美國人 所以說你想說我們台灣人不太一樣 外國人他們就告訴我是哪國人 他非常的清楚 可是我們在台灣常常講說 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你認為這句話是對的嗎 其實是不對的啊 有時候我去日本就遇到那個學員說 我是上海人 我以前上班人去日本修上課 我讀到阿拉阿嬤 他是上海人 他是天津 他是北京 我是北京人 我是上海人 兩個在那邊互打招呼 我聽到嗎 他不會講我是中國人是北京人 我是中國人是南京人 他們不會這樣講 因為什麼 他們兩個共同認同中國 所以他們直接講我是北京來的 我是什麼 我是上海來的 可是你台灣人你自己說我是中國的 我是中國的 我是中國的也是台灣人 表示說你是認同中國人 台灣不是個國家 也從來不是個國家 是個地名 所以你一直講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你就是認同中國 你就是要作為港國的人 然後順便把台灣撩進去 你知道意思嗎 最正確的講法就是說 我們是什麼人 你們應該知道了嘛 已經上到今天了 大人本帝國的 對啦 你們是成名 也是大人本帝國台灣的人 台灣地區的人 台灣 美國人有講過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只是一個地區的名字 你可能這樣講 你可能沒辦法會議 我跟你說 我台中要獨立 我高雄要獨立 那我問你 高雄跟台中有是一個國家嗎 不是 只有一個地名 曾經只是一個地名 那問題是他獨立出來 高雄獨立 台中要獨立 他跟誰獨立 從哪裡獨立出來 你就要想 他以前是誰管的 他應該從哪裡獨立出來 從台灣嘛 對嗎 很簡單的啊 那我問你 他們兩個獨立 台灣有獨立過嗎 也不是國家啊 那以前 台灣之前 受邪的管轄 就好像高雄 跟台中是受台灣的管轄 台灣以前受邪的管轄 你也說中華民國 我不承認他啦 你應該講什麼 大日本帝國 對嗎 你如果說中華民國 我就 我就跟你吐槽說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嘛 剛剛我解釋過嘛 對嗎 如果是 那有人說 中華民國 我是國家 怎樣講一堆 有的沒的嘛 有的 自台的 中國難民嘛 要來自台人士 那我 有時候就講說 那我 他們一直在維護 這個 各自國旗 那個 那我 那我就想說 中華民國國旗 其實很脆弱 也不值得一提 其實在我們內心深處 其實是 像是運動選手 陳怡安 跆拳道 有一天如果說 他踢的第一名 升上去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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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 三百國旗嗎?你想會升上去嗎? 升那個什麼五個圈圈的什麼那個旗有沒有? 中華台北旗什麼旗有沒有?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中國民國在內在對台灣說 我們旗自由民主獨立國家有主權 可是參加一個運動賽事 結果它升上是國旗不是你的 等下好幾顆親白日滅體房的國旗 一個運動賽事把國旗代表國家 你知道的意思嗎? 國旗是主權象徵欸 那以免國旗是有大威力跟大威力 跟一個國家人民的國旗應該跟你改條 那你會經過大家的同意嗎? 你們每次得到冠軍如果大家煽動 我就覺得說,不太對啊 國際愛會它怎麼敢做這個事情說 把這個人間的國旗把它改掉 因為它就是不是國家嘛 它不想有主權嘛 它只是在騙你嘛 對不對,你們再想一想啊 這就有點像把你們被騎腦的腦 就解讀、排讀一下 如果說美國人得了第一名 他升上美國國旗,大家都認為對嘛 可是如果我們有聽我們台灣人 得到冠軍,升上去 結果不是那個我們認同國旗 那我們就直接想一想說,為什麼不是嘛 那自己都沒有想說真的事情啊 對不對,台灣人都說他 台灣人都說他 就各個立稅金嘛 各個立稅金而已嘛 像我的時候我都跟他們開玩笑嘛 我都跟他很小的時候我就印象說 那要立稅就齁 那我們賣豬肉去豬肉店 我也去賣豬肉店 切豬肉 豬肉的豬肉皮 都印的那個紅紅的那個喔 那是屠宰稅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印的豬肉紅紅的 而且沒有紅的喔 那就是穗金耶 蟬有蟬、水有水有水有 你有聽過嗎? 蟬、水有聽過嗎? 有齁 以前都有 不然那卡達車有沒有 比較大的尺 要去跑那個 那有車牌 不是汽車、是機車 駕駛不是喔 是單車卡達車、空洫車 那有車牌 這車牌會撐什麼? 那就是要自己... 就是要自己抽水的 對不對? 那些小子小子小子女就知道了 那卡達車要那麼少 真的是腳大車要那麼稅金 很多的稅瞑目很多 你知道嗎 其實他就在剝削台灣人民而已 他們這樣對待台灣人民 可是他對一些人卻不是這樣在對待 就算說有時候講說 去講法理說我們台灣民眾執政以後 十八歲的孩子就要來一間家 都有這樣講過你們都有聽到過 18歲小兒子可以申請房子 讀書不用錢有沒有 要健保免費怎樣一些政策 我都有講出來給大家聽 可是有時候我在我們那邊 我跟人家講人家笑一笑說哪有可能 我住台中 一般的公寓的房子 輕輕拆拆 一般的三十多坪四十坪 一間都給他四五百萬 台北啦高雄的好地段更不用講 哪有可能給你三四百萬的房子 你住台中 你住台中 人家都給我講 可是我跟他說幾百萬 都說不上當 我想很無力 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想到 我就想問 台灣有一種人很奇怪 沒有房子 借福本廚的房子 他也沒頭髒 中有找頭髒的房子 每個都要配給油 米啦 鹽啦 小兒子每個都不用錢 那什麼人 那中國人 中華民國有的照顧他們的人民 我們是說叫做 對啦 軍公教的 搞不好你 搞不好你可能 那個 他們就是中國人 對我們說的外省的 我問你嘛 他們的眷村 用買的嗎 用扒的 對不對 不管大小嘛 他有階級嘛 士官 軍官什麼的 將領都有發 他們那要不要錢 唉唷他們不用錢 你是台灣人 小孩 是說是媳婦 他們每個 都有米 配給的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有人不知道 因為現在 但是現在有變了 為什麼 因為自從說 蔣軍國說 我也是台灣人以後 他們就是要就地合法 就開始跟我們 要融在一起 慢慢的一些福利 就不見了 以前很明顯 我講一些提醒大家 以前是這樣做喔 他們負責不用錢 他們繳了水雜費 國小 國中繳的費用 可是那 這個收據 他們拿回家 給他家長 他們爸爸 他們爸爸在工作場所怎樣 拿去報 有錢 下個月的薪水會有 甚至說他沒有工作 中華民國給他工作做喔 你們可能不知道齁 以前高補考齁 以前高補考是用36省份來分 你知道意思嗎 你100個台灣人去考 只能考一名 只考這麼一名 可是如果只有一個人 是什麼主籍是什麼 西藏 新疆 在台灣人很少 因為他遠 他們過來很少 搞不好來台灣只有五個人 今年考不中 明年再考 明年考不中 後年再考 他考五年 反正他第五位 再怎麼等也是 第五個 第五年就會考中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他們是這樣耶 他們文官 那個軍職丸 轉文職 你知道嗎 像我小的時候 有的相應很重 你知道嗎 老師說的相應很重 我聽過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保障他們人民 很多的狀況 你注意想喔 好像他們 他們福利很好 跟我們不一樣 以前我們身份證 比較 比較多就知道嘛 以前身份證 當時不是要寫籍罐 對吧 現在沒有了嘛 因為他要跟你融合在一起嘛 當時他的背面 還是有密碼 你們不知道密碼 你們怎麼沒上過 身份證的後面 右上角有 那個打那個字 那個是密碼 那你就 00還是 00是中國人 你是0開頭的 沒有0你的 你是台灣人 他們還是有跟你分 中華民國有在照顧他們人民 可是台灣人民想要說 我們自己執政以後 我們要做什麼做什麼 好像 我們都會怕怕 其實是可以的啦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一般的話 我們執政啊 台灣人 就是說 我們應該執政的真正的目的是說 要照顧人民嘛 沒有 你要這個政府做什麼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 確實有真正在照顧它的人民 你是假性的 你是假性的中國人 你是假的中國人 在他眼中 你只是 像密室王說的 是努力啦 你一直在那六歲金 你一直在祈贏啦 這不是說 跟密室王說喔 我也深深感 深切感受到喔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媽媽要拜拜的作業 那賭雞也就 找雞十六 到我會拜拜嘛 我會多一隻雞 做業 吃比較好一點 他就要念嘛 我們是很難吃 很難過 他就說 那人家 我們從學怎樣 他說 那是我們事業 他跟他說 那是我們事業 他們來沒有帶土地 他們來沒有帶土地 他們並沒有 他們的中華民國剛來的 他們全部都是公務人員 因為這是他們 中華民國是他們的國家 所以他們的建制 一共三十六分之一 三十六分之三十五的人 都是中華民國的 因為他要給一個台灣神嘛 要統治合理化嘛 所以行政管三十六分之一是台灣人 三十六分之三十五是他們的人 你知道意思嗎 說中華民國在民國六七十年代之前 說中華民國在民國六七十年代之前 完全都是中國人在找 你覺得軍隊都是啊 他說他們有沒有繳稅 他們沒有 到現在好像聽說 軍國教友開始怎麼樣繳稅了 你會想說他們看幾年沒有繳稅了 我們繳稅是我們在養他們這一群人 但這群人很多喔 一般珍珍法來講 佔領區人民 是有特殊的要有保護 這樣是說不可改變 佔領區人民的語言 風俗習慣 改變他們的種族結構 你知道意思嗎 這有給你介紹給我嗎 說那時候我們是台灣人是說什麼話 說台語到日本話 他來就強迫我們 以前我小時候很小老師 偷偷講說 你們要好好讀書 想當初我們喔 跟他學國語 說到這樣好像怕別人聽到 你知道嗎 以前真的 那時候他們是講日本話跟台語 跟他學也是這樣喔 可是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務過來以後 下學期開始就強迫全部都 都是改中文 老師要是不教中文不行 就要解職 哇 台灣也很厲害耶 這樣幾天就說中國話 國語就加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因為年紀大家都知道啦 就有想笑 那說的國語 流風流風 跟說得不太會痛 那也是不能說啊 因為要繼續教學要生活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們這麼輕就是被這樣 被這樣亂搞過啊 而且美國人其實也不對啊 因為那時候台灣是六百萬人 可是中華民國在 第四次是三十... 民國三十四年來第一批 他們大量移民是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三十九年 那一段期間 來的總共接近... 聽說是兩百萬 本來六百萬人 這兩百萬人 這兩百萬人都是統治者 他的心態要來管理裡面 他們也沒有帶土地來 也沒有帶米來 他們都是要共享這邊的資源 這兩百萬人家庭 他也要吃頭了 他也要來工作權 這樣可憐可憐就是台灣人了 他是弱勢 對不對 像二二八有喔 二八其實是必定會發生的 不是說偶然 你知道意思嗎 以學理來講的話 兩個不同民族 兩個不同種族 而且多數 多數是弱勢的 而少數是 有絕對權力的話 他們會欺凌他們 壓榨他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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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台灣人跟日本趕走 都變成... 歡迎他們盈虧了 你知道嗎 那些 本來就有工作的台灣人怎麼辦 都失業了 失業的人就... 沒頭髒的 在講多了 那就變成社會不安定 這個人很多,然後醞釀,醞釀,醞釀 中國人又不忘記,以前台灣人有水有電 衛生狀況又非常好,中國來 他們過來好像百分之二、三十才董釀 他就要管台灣,他會拗,自己不滿 然後發現個小案件,賣煙的怎樣 然後就爆發二二八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一定會發生 這就是戰爭法規定的事情 不可以改變這邊,這裡 不可以改變這一邊人民的結構 就像說今天那個什麼最名的 大陸那麽那個西藏 現在西藏一半的人口,不是西藏人 你知道嗎? 中國人,中國他們的政權 把西藏人很多人都移外 然後又有半以上的人口是從各地把它移過來 這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這代表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今天大陸,結婚、生兒子和生兒 在幾個世代以後,他們都分不清 你是西藏人還是我是哪裡人 你就跟他分不出來,你就變成真正 西藏人就變成中國人了 你知道嗎?這就是把你種族媚覺 你知道嗎? 我們也欺負一下這樣 我們好在啦 就是那種萬民其妙 抵抗法國的去過美國 我們台灣人就 像說,有人說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台灣人 其實很簡單啊 像說日本人給我們做戶口調查嘛 你就去簽新文證嘛 簽新文證有什麼表情 如果你要做本... 你如果要TW級別的話 你就是要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就是要把... 你是原來日治時代的人民的後裔 把它證明回來 你就要簽日本時代的戶籍成本嘛 像說有一次 有時候我就遇到一個說 我說他姓丹啊 他姓丹我印象很深厚 他是大陸的地籍代 說整包 請他去請身份證 然後他真的去請 可是因為他廟請喔 請一堆你知道嗎? 請一堆喔 我旁邊他看 那種族來給他削熟番 削自己熟 我跟他講熟是什麼意思 熟就是熟番 蛤?我喜歡啊 他嚇一跳知道嗎? 但因為你們是被漢化 你不要認為你們是番 你就覺得不承認 其實 學大部分都是熟番啦 我不騙你啦 就像有人寫 我寫福 我寫廣 很高興 我不是寫生 生番 生番就是出草的啦 這幾隻 平埔族 就是 西蘿蚵 或是凱達蘭 很多族的 或是 中部那些什麼 什麼 拉蚵 很多的族 就是 統稱平埔族 就是在 西半部沿岸 平原的人 那個原住民 就是 我們就是一個原住民 你如果說要了解 可以去看那個神 那裡有一個叫做消失的貧圃族 為什麼貧圃三百多萬人都不見了 大家怎麼都是中國人變三百多萬人 其實我們就是貧圃族人 我們就是熟翻 這個是差距 其實說你很多事情你可以抽血 不然你也可以看你的腳指甲 你腳的指甲外面有分岔 你就是貧圃族人 那是貧圃族人 貧圃族人特有的表真 你這個有一個橫槓 應該有的老師有說了吧 沒有 那個是表真 你手臂說起來就有一橫槓 都有 其實你就是貧圃族人 那是白駁的特徵 對 對 大部分都有啦 你自己看看 你去看美國人他們沒有這樣 結果貧圃族人有 所以說 不是說要叫你自己分 但是這只是要講事實 要講 我們是被分化的 不然說好 我真的中國人 我要做堂堂正公文 你也分一個建築法大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分建築法大 你自己去拼一間房子 拼得這樣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因為你不懂 你不了解 因為好像說明明之中 好像有分 你知道 有給你分 甚至我跟她說 我是什麼 什麼 心心自我心戀 女主角那個大的說 她考中北一女 說什麼 她是什麼公主 後來瓦嘴她說原來她是 瓦姓耶 她是中文有加分 成語0點多 又加分上去 變跑去北一女讀嘛 這個我還有 我很有印象耶 後來想說 啊 原來是這樣 剛才想 像馬先生 他這樣 他是什麼喬生 直接去拼 建築了嘛 原來他們都有在 有計畫 來培養他們的 下一代 我們台灣人沒有耶 我就說 我們爸在說說 那個鎮膏 那齁 你說你們兒子 特地說 要去出國比賽 也出國要去拆擠 那 那 又反而又不敢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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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錢啊 你就要賣錢了耶 你賣錢了 你賣錢了 你們兒子還有一堂 做婦人家去美國去 去留學耶 以前台灣人就是這樣耶 你知道嗎 啊 結果他去 然後去 這是什麼台獨子 就不能回來 我都說台灣人很慘耶 你們不知道 結果有那個 黑名單 丁丁有名的黑名單啊 像什麼人 蔡同龍也很有名啊 他們爸爸好好的人啊 有沒有 去取餐啊 他有那個養殖地 有什麼 還是說 掛牡丁 海邊什麼丁 我說不可以怎麼說 他也有很多啊 他就沒錢回來了 他是台灣人的精英 你呢 第二把以前就是一直在 於 有計畫的 在 在那個啦 啊 但是 我 我是不喜歡講說 一些屠殺事情啊 但是以 正確的法理來講的話 其實喔 你們不是 你們真的不是中國人啦 你們要覺醒 就像說 有人覺得 中華民國是外來的政權 有些人就說流行政府嘛,對不對? 流行政府,我以為這什麼意思? 以我的政權來講,我們平行人論 我以為這表示,它本來不是在這裡的東西 是突然間跑過來的 你像中華民國憲法是外面來的 他就以這個憲法來管台灣 對台灣人民這樣是對的嗎? 其實是不對的 中華民國誕生的時候,這塊土地不是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的憲法,固有領土 台灣有包含嗎?不是 191年他們誕生,中華民國誕生 1912年開始1月1號開始誕生 中華民國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 所以固有領地沒有台灣 中華民國的憲法規定說 他們要改變故有領土 要經過國民大會同意嘛 可是國民大會到現在已經死亡了 喬美說改於納入台灣土地了 對吧? 我講回來 如果他是流亡政府,表示說他是流亡 他沒有台灣這塊土地 對吧? 如果他有台灣這塊土地 他就不是流亡政府 對吧?是變這樣 因為他是流亡 他是移開他自己領土 到別的地方,繼續存活的政府組織 他實質上他自己滅亡了 他赤流亡政府排來台灣 繼續國民傳傳而已 他表示說他赤流亡政府 就是沒有台灣的主權 就這樣而已嘛 這樣就說 他比較清楚,想到更濕 你知道嗎? 他沒有台灣的主權 這樣他有什麼資格 憑什麼 把以前 從頭到尾 本土的台灣人 變更國籍 變為他的人民 他憑什麼? 是不是這樣? 跟我們選舉說的鄉親 他只能把我們 變成他的人民 他也沒有這個土地 他憑什麼嘛 跟我們阿公阿嬤強迫嘛 他算強迫啦 一句命令就跟你們改過了嘛 強迫的 如果不 不強迫 照國際法的規定是要 那些人要自願 要意願 要合法 才可以變更國籍喔 他就是一個命令 行政命令就跟你們變更了 沒有經過你的同意 沒有經過你的阿公阿嬤 還是說你的爸爸媽媽的同意喔 你知道意思嗎? 那個時候 那個時代 那個時間點 如果你不同意 那個時候白客 那一季百度太亮了 要清香 你知道嗎? 要白色恐怖 多少天說 我不要做中國人 你假裝就抓他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是被迫的 很無奈耶 沒辦法 所以我們台灣人 有時候想很悲哀 你知道嗎? 可是有的人 中華民國就好好的 不錯阿 確實有這樣的人 對啦 可是他從來沒有想過說 以一些人權角度來講 奇怪為什麼我們 我們的 巧連擺為什麼都不能掛出去 什麼什麼 大陸的長官來 然後看到我們國旗 就要把它收起來 中華民國的警察是在幹什麼 他都沒有維護我們的國旗 他好像 好像是把它折斷 他把它收起來 不知道陳雲娘是誰來 很有名 然後抗議 反而是那個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拿那個請人派出來 還要 哪是要跟人 我說 唉 誰的台灣人說一說 哪想 以前 以前我也是跟他們一樣 像以前 以前我都不太想講說一些事情 其實我也很愛台灣 不過我以前 我剛剛說 我剛剛 愛到這樣 愛到現在五十了 怎麼弄我白了 開始要白了 怎麼 台灣都一直沒有在進步 台灣沒有在進步 好歹說有些人說 就是那些什麼 打到發覺的 有做這個動作 發覺到這個法理 也有道理 確實這 短短的這幾年 台灣慢慢真的要扁 你知道意思嗎 台灣就很扁 不然你想說 欸 為什麼不用做兵 或是做四個 一個兵 那是做四五個 做什麼 替代役 還是說做四五個 做四五個 怎麼算做兵 那不是 你知道意思嗎 台灣人這樣打開 做四五個 做五個 不是做兵 你不想說 欸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這個政權 突然之間 對台灣人那麼好了 叫我們做五六十年 香港叫我們做兵 你不覺得奇怪 國安部已經沒有兵了 木兵也失敗了 請你爭兵 真兵 馬英九是不徵兵 馬英九是不徵兵 很奇怪 台灣人不是在那邊 不然就問 欸 什麼金虎聰 什麼人家怎麼在台灣 金虎聰好像過去了 又去國外了 對不對 還有那個什麼 江儀化 好像也在別的國家 也沒有在台灣 台灣在變了 真的台灣在變了 不然主力 不然會出來選總統 要叫他助助解 是不是變了這樣 不然小英 不然會選總統 就又跑去美國那裡 大家要想 其實 暗地裡面有個黑手 就是美國人 在控制台灣 你知道嗎 只要自己要選 是軍事政府在控制台灣 為什麼要有軍事政府 你知道嗎 不知道嗎 我解釋一下 因為 因為 軍事政府就是說 兩國發生戰爭 因為 一些衝突 還是一些理念 什麼東西 不合 就宣戰 發生戰爭 就是把對方的政權 還把它武力摧毀 這樣 像美國 最重新的 美國伊拉克戰爭 美國英國 伊拉克戰爭 最新嘛 美國比較強 把伊拉克的巴格達 攻戰了 攻戰 他們發生戰是什麼 要摧毀對方的 武力跟政權 這樣發生一件事 美軍戰車開去 巴格達警力什麼 政權倒了 發生什麼 沒有政府 沒有政府 你知道嗎 紅頂也撞過 沒關係 沒有政府 警察也沒有 沒有政府狀態 因為他就是要過去 摧毀他們的政權 沒政府了 他就要怎樣 有的阿兵哥 拿著槍 到處流竄 會抖抖 阿兵哥會抖抖 會抖抖 因為他打敗 他還在把流竄到處跑 可是他有武器阿 有槍 有手榴彈阿 對不對 他就到處流竄阿 跑去民家 輕刀穿起來 說把食物拿出來 他會餓阿 他的腰 他的腰 他都會腰 他沒吃會死阿 他就跟你搶 因為他有武器阿 他跑到人家 你把黃金拿 把你穿著拿出來 會有這樣嗎 會 因為那個政權已經沒有了 會不穩定 所以他不是 美軍戰爭的時候 他不是殺平民百姓 一高壓下去 就成立什麼 成立一個軍事政府 維持地方上治安 甚至說因為戰艦 一些普及縣 補給品 還是民生必須用品水 他有的普及縣中斷 因為建艦被破壞了 所以軍事政府 成立以後 就維持治安 然後要 甚至要怎樣 要養活地方上老百姓 美國會這樣做 我常看有些美國大兵 拿食物 或是放補給品 或是拿巧克力 或小孩子吃物 那就是事實 所以外國人 不是 我們中國人 我們那個中國人 跟我們 受中國人的教育 都沒有安插這個觀念 他不會殺平民百姓 所以他就成一個 政府摧毀了 他自己就成立一個軍事政府 來照顧 來照顧 佔領區的人民 完全被其他回家 我們在說 我們是佔領區的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我們被佔領 然後從來沒有 宣佈結束佔領 因為結束佔領 是美國總統要宣告 他有宣佔 美國有佔很多地方 但是在這個台灣 他從來沒有宣告結束佔領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佔領 他叫蔣介石集團來 帶為佔領 但是蔣介石不爭氣 都掉到大陸 中國大陸 你說結束佔領給我回去 因為他回去會被 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集團 就殺 會把他抬 他怎麼回去 我叫你回去 就是讓你死了 當然中國人 就會說 這樣子 這樣我這樣是 這樣我都不忍全 美穀就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就要怎麼樣 要不然要去鑑巴 鑰巴 鑑巴 鑱巴鑑巴 鑰巴鑰巴 鑰巴 倒楣的是台灣人 台灣人 好在啦 還講一句話 好在有那個法國的 去追求美國 他有問題的那種人 去追求美國 那個都顧得對 那實在是 有時候想想 有時候覺得台灣人好像冥冥之中 好像要跳脫這個深淵了 我們可能做好事情 或是說各國六歲 天公兵有在聽五人 就是看到你們也很高興 你們這次也來二三十位也很好了 年輕的也很多 我像我兩人多以前快三年前 他們也白頭髮你知道嗎 比較多的七八十歲的他們來上課 他們看到日本人怎麼走怎麼離開 中國人怎麼進來 他們的所作所都看到 以前說女子要嫁娃娃娃娃 要購購地裁你知道嗎 你們多幾個就聽到的唱了 因為他給你三七五檢築公地放林 那真的你實在是沒辦法他們 但是他們有他們的目的 因為以前那個像烏翁人家 他們有很多人 他們有武力 鄉民有武力集結 所以他就不要那麼大地主 所以他就給你公地放林 跟著有齊田啊 深秋檢築就是這樣做的 像有讀歷史 有台灣歷史 就知道說原來還有林爽文事件 以前從漢化日 黃明化 有很多的 台灣有很多的 戰亂 八交零事變 很多 所以說我們台灣人就是很奇怪 以前我要讀台灣歷史 我自己去買搜來看 你知道嗎 你們可能現在 現在因為大家都 我看大家都離開學校了 我看大家都離開學校的 我只有一個 可能跟他打搜 你們台灣歷史 真的 其實我不懂 我懂很少 你知道嗎 以前的阿狗 大狗就是阿狗 人家跟我說阿狗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阿狗是什麼 原來阿狗就是 屏東的舊稱 你知道意思嗎 大狗到高峰給大家 都比較麻煩 我坐回車 回屏東車站 那裡就 屏東那裡 左邊就有一個廟 阿狗什麼 什麼 廟 後來才想到阿狗 阿狗是屏東的舊城 我們台灣人不知道 說 桌學區比較北部 還是大甲西比較北部 你問台北市的孩子 都沒辦法 不懂 對啊 你搞不好也不知道啊 大多西比較南邊 還是大甲西比較南邊 你可能不知道 你 我不要讓你講 你自己心裡問自己嘛 你可能真的 你真的了解一塊土地嗎 照法理來講 你住在這裡 應該了解這塊土地啊 對吧 那九族是哪九族 對吧 而且又不只九族 所以說 大家就是說 來這邊 我們突然 我們突然 就是變成說 翻轉起來 沒有再想到他們 就是我都喜歡說 什麼農村區嘛 今天是農村嘛 很早以前的三張報紙嘛 頭版 然後社會版 第三張就是那個 綜藝版 三張而已嘛 老一部都知道了三張而已 第三張總辦裡面 整篇都是報紙的廣告 還有老三台 都三長 三長 老三台 老報紙都三張 那些 今天農村 我記得是中市做的 今天農村做的 就在禮拜天做的 也幾點做的 李長伯 跟村長 還是李幹事 說話 和樂融融 有沒有 可是很奇怪 可是在社會版上 每次都從農會 還是農會 還是議會改選 主委 還是說什麼什麼 改選 大家都在開槍 你會記得嗎 每次我們荒運 還是什麼 彰化 還是那海邊 農會 還是議會 在改選 什麼主委什麼 都在開槍 可是電視在眼睛的農村 農村的白 跟那些都很好的 奇怪 實際上大家都在開槍 你沒想想 奇怪怎麼差這麼多 那你太多 應該就有一方是假的 你會把他穿上去 想說 會開槍 會上社會版 什麼槍 什麼槍炮 什麼管制條例 那個不可以亂寫 一定是有這個事件 他才會說有槍擊事件 那就是真的 真的就是 地方司令那些都控制 地方司令那些都控制 跟電視 這樣就是電視 騙人 是不是這樣 鄉親 你們看電視都被騙 你知道意思嗎 有常白山上 好好的人 常白山上 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那個 那個啊 發覺到說 原來都被騙了 是騙我們的 那就是我們台灣人 到底是什麼 有家慶軍 由台灣 發覺到四十四 家慶軍 根本沒有來台灣過 也好像真的 只是說 要把你跟中國人 寧可在一起而已 要寧可在一起 要寧可在一起 周川 你如果去挑戰 像那個馬 那個什麼 那個挑戰 去檢查 原來你們都是貧捕族的人 你們要覺醒 就算你是 好啦 就算你們萬一你是 萬中學 是中國人 問題是 你一直住在台灣 你要人動 人動這個地方 你也是 跟自己的生活 做好 你早就是 台灣人 你也沒有人動 沒關係 對不對 你有腳 你都回到你祖國 沒關係 這是個人意願 你個人意願 你有沒有那邊好 你也可以過去 我們也歡迎你過去 就算說 萬一說 我覺得 美國不錯 我因為當美國人 那我就是 去美國 申請居留錢 我要吃飯 我有收入 所以我要申請什麼 工作錢 繳稅正常 怎麼做好 怎麼做空虧 做五六年醫生 申請 交入美國 做美國人 美國覺得說 我沒有犯罪紀錄 繳稅正常 也是兩名 他就 接納我以後 我還要去他們 是孝宗 對不對 我就是變美國人 不是說 中國人說 我認同 台灣 我是台灣人 他是要給你照地好 你知道意思嗎 國籍是很神聖的 不是說 我台灣人 他不是要是老子 你會老子 我台灣人 我台灣人 我從這裡出事 我一台灣人 美國人在這裡出事 也會說美國 也會說日本人 也會說什麼 我也會說台灣人 有的傳教士在說 你好 你講台語 我給你得好 你會怕到 是不是這樣 所以國籍變更要很神聖 要很濃縱 不是說我認同台灣我就是台灣人 因為他們是中國民國38年過來的 如果他願意認同我們 我們也願意接納他 那請他來請台灣人民的身份證 他願意當台灣人 請請台灣人民的身份證開始 表白 說我有醫院 我有志願我要做台灣人 就這樣而已啊 對不對 很簡單的 所以你要清醒安全 因為你是台灣人 把你找回來 你後來要做行政官員 那你要有台灣人民的身份證 不然你過五官 然後專訓後要做訓 都來整包了 結果你沒有台灣人民的身份證 你沒有辦法就任 因為你不是台灣人 就好像說 我是美國 美國的公務人員 我不會找 蘇聯人去做嘛 你知道意思嗎 我是台灣的政府 我不會去找中國人 來做我的公務人員 就像說 我們台灣人想說 總共一天 說中華民國 其實我們台灣應該是 也不可以去做中華民國的公務人員 因為我們不同國啦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們要 國家的情態去分析 國際法律才會清楚 這樣說你們就慢慢瞭解 再來就是說 有人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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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是 不要說台灣 不選台灣總統 他選中華民國總統 大家都了解 大家要了解 問題是什麼 我問說 我們都民主自由國家 中華民國管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我就 遇到這些問題我就問他 台灣真的是民主嗎 在中華民國的管理下 台灣跟民主 我們有 我們有 選舉罷免創制覆決嗎 是不是 那我問你啦 你有創制過嗎 你有罷免過嗎 有罷免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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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那票是什麼 你自己問自己啊 選舉罷免過嗎 選舉罷免創制覆決 你通通都沒有做過耶 我選過總統 我自己問 你們真的 你們真的 你們真的選舉行 真的是 選這個人嗎 你知道嗎 給你選選一票 補貴一票 待我一號 一號正極制 縮到我 一票五百 一票一千 是不是這樣 台灣人 你們沒有收過錢嗎 有人沒有人 不錯啦 以前我們做小生意 都不會得罪人 我們做生意 人都會來本 那幾個人 我從小就看人家 收收得很大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看 老師說 不用匪選啦 不用買票啦 可是我從小看我爸爸 匪選買票 自己比較傻 不是說我 氣節高 是說我氣節很好 還是什麼 可是事實上就是 老師這樣說 可是爸爸就是 就是這樣在做啊 然後社會就是 人家就笑著說 你沒有出過社會 你是沒有出過社會嗎 跟他們笑 你知道嗎 啊你是什麼 你是小白兔 喔 侮辱生理小白兔 還是怎麼樣 你行勝一票 補貴一票五百塊一千塊 那你認為說 你有選舉嗎 你有真正了解 群體的真諦嗎 像那就是說 群體之前要怎樣 軍政 訓政 跟憲政 三個時期嘛 就跟你 要行憲之前 就要跟你軍政 跟你訓政 跟你訓練說 這個法律 在這個憲法之下 憲法是基本大法嘛 你們知道嘛 為什麼要有憲法 因為說憲法就是 保照人民最基本的權利 說有刑法啦 有民法啦 這是說 紅頂右轉 才抓到發錢嘛 那就是交通無法 全部的法律 都是在管人民喔 自己要清楚喔 你知道嗎 所有的法律都是在管人民 只有一樣 不是在管人民 什麼 就是憲法 憲法在保障人民 憲法是誰訂的 是人民 開國民大會什麼什麼 在中華民國 我們以中華民國來說 他們是開中華什麼什麼 什麼人民大會 然後什麼 然後基本大法就是憲法 所有的法律跟憲法 抵觸疑慮 怎樣 無效嘛 對吧 所以你自己要 憲法實施就有這個三階段喔 其實台灣人沒有經過 真正 真正 真正實實 確確實實的 體會 訓練過這段階段 跟他們說 買票啦 跟他們買票 跟他們買票 你這種人們沒有救 在外國人 存在 其實在外國人中 你是 一群不知道選舉真地的人 對不對 就是說 我以前 吻到九五 或吻到開始的時候 拍電腦 我的網路 網路 我們電話先連接 去年度的阿拉 我說我們台灣 我說我們台灣選舉民主自由 阿拉也說他也說以民主自由 你知道嗎 你剛才北韓的那邊 他也說北韓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你知道嗎 這就是什麼 自由有程度有不同 看你做到什麼程度 我們今天有用孫總統 我問你我們孫總統自由民主 我問你啦 我們之前有孫總統的時候嗎 有啊 你說他是自由民主國家 之前那不是自由民主國家 對不對 所以選舉民主有一個程度 像你看到歐美國家 美國啦 英國 他們也是慢慢的在演進 我那時候我看那個 危機解密什麼 我看了我的震撼 他說 選舉權一開始只有男孩子 在歐美國 在美國還是英國 那些先進國家 一開始女孩子沒有選舉權 只有男孩子有選舉權 是經過抗爭 演變 後來男女都可以選舉了 你知道嗎 你聽到嚇他跳 那時候是女孩子用選 女孩子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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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頂起半邊天 然後在抗議 然後慢慢有選舉 對吧 男女平等 不是 女男平等 女子在講前面 女男平等嘛 過了一段期間以後 他們的黑人 又可以有選舉權 對吧 他們那時候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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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在那邊生活 慢慢的也有選舉權 所以他們 選舉是一直在改進 一直在進 一直在進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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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人 就 現在選舉 開始就賣 味噌粉 拿桌子給你抗 你抗議 你抗議就是 把你心中 神聖的一票 就 看著非常 很容易拿到 很容易拿到的東西 你知道嗎 那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 有生死你 自由民主 在你心中嗎 沒有 還有人說 哎呦 民政有 你們這些的人 你也說 這個政權 你不經過 選舉一定要做官 怎樣 會被批評給他們 但問題是 台灣人 你們真的 你們真的 有深切了解 什麼叫民主自由嗎 你們真的有訓練過嗎 你們真的有 買票都買得動的人 你虧得這根選票 對吧 你虧得這張選票 你出賣你自然格 是不是這樣 對啊 有什麼選舉人 就會選出什麼樣的選舉 的議員 議會 那些立法院 對吧 就是這樣啊 你覺得很差 國會議員 表現得很差 那你問你說 為什麼他會當選啊 問你自己嘛 這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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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啊 像民政有執政以後 不用選舉 指派你就指派你 那你憑什麼要指派你 因為你懂法理 你知道嗎 美國軍事政府 叫你來這邊上課 初級班 高級班 點召專訓 是要求你什麼 不是要求你學歷 你學歷也不一定比那些 限職的公 公教人員 搞不好你去護證書 地證書 那有的跟大學畢業 跟高普考 去拚到要試買 去找到 你去就要管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你憑就是說 你知道台灣的法理 知道台灣真正的地位 日暑美戰 知道為什麼台灣不能獨立 你知道說 怎麼帶領台灣的民族出來 就是這樣而已 不然你要怎麼去 叫他們怎麼做怎麼做 如果說 高級武青去做一個什麼 駿鑄啦 是做一個姿勢 周的姿勢 高級武青連天說 我們全不獨立了 哇慘了 軍事政府 怎麼人民政府 有個說要全部獨立 他不想 還有好幾個字 串臉一句說 台灣要獨立 那就說 怎麼把政權交往這邊 又要獨立的人 為什麼台灣不能獨立 對 忘記問問你們 為什麼台灣不能獨立 因為 台灣土地不是台灣人的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你知道嗎 台灣人沒有台灣的土地的主權 像民主黨說的 台灣人是台灣人的台灣 我一直落石 我是直接說 台灣就是沒有台灣的主權 我只講了 那有人聽不懂 我台灣出生的 那你們 我講個外國的 你們可能會接受 我說 澳洲 英國的女王 英國皇室有澳洲的土地的主權 澳洲的毛利人 澳洲的土著 澳洲人沒有澳洲的主權 你知道嗎 你聽不懂 毛利人沒有澳洲的主權 土地的主權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你們不知道 毛利人 澳洲土著是毛利人 毛利人 就算是他土生組長 可是在國際法上面 毛利人並沒有澳洲的主權 澳洲的主權在誰的身上 在英國女王的身上 你知道嗎 現階段來講 澳洲人選總統 一票一票 澳洲人 是白總 澳洲人 是毛利人 他們是澳洲人 他們共同選舉 選出一個總理出來 這個總理選出來 還要做個動作 才能就職 他要坐著飛機 飛到英國白金漢宮 跟一個人講 就是他的皇室的王 英國女王說 澳洲的人民 請我出來當總理了 請你授權給我 英國女王一定是說OK 沒有說 沒有說什麼不要 一定是說OK 然後他拿到這個旨意拿回去 就是開始管理澳洲的土地 澳洲人民澳洲的政權 你知道意思嗎 澳洲有沒有在聯合國一個席次 有喔 所以台灣人你要清楚 不是獨立到有 一個國家沒有主權 那很失望耶 那你不是國家 不是 我們可以跟日本幫聯聯邦 然後高度自治 也可以擁有一個席次 也可以擁有一個席次 就像澳洲 加拿大 紐西蘭 你知道意思嗎 台灣人要這樣 沒有了 國民黨騙去 剛 講到這樣我就想說 台灣的租款 什麼人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台灣主權誰的 不知道 對啦 對啦 這秘書長很 很求這個答案 一定自己要罵 不是日本政府啦 是皇室天皇 因為 因為就好像說 我都說的 賽德克巴來的事情 看電影嘛 日本來了台灣以後 三地同胞 高騷操族 這是我固有領土 怎麼日本來就要 就說是他的 要聽他話 他們就出招嘛 反抗嘛 他們 漢人來也是趕快出招嘛 漢人沒辦法 所以漢人就是 就是管平埔族而已 高騷操族都沒管嘛 可是你看 賽德克巴來 他們就是征服 日本人就征服 把家屬打打打打打 打得很激烈喔 甚至有的族 快變變的族 剩沒有幾個人 你看那個賽德克巴來的 第一集的 中後段 是不是 應該說他打鬥一樣 他們就 那個男主角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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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男主角 還有什麼 我怎麼忘記 他媽媽有道 媽媽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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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那個場景過去就是 他的 他的 他的那個族人就是 小孩子要去讀日本學校有沒有 有沒有 那個學校 開運動會有沒有 身上他們國旗有沒有 受他們教育有沒有 日本警察有沒有 有 日本的警察有沒有 有 那時候你講 全台灣 全台喔 聽一個人講的話 身上那個人的國旗 受到那個人 他們國家的警察要管轄 那表示什麼 全台灣就受到一個人的控制 那個人就是建立台灣的主權 你知道意思嗎 欸 這很重要耶 你自己 不要忘記 我們民政務執政的時候 第一天 還要去就任 你就任要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 把中華民國 請人拜 這樣下來 身上這一次 你要把他身上 你就任 就身上這一次 你這樣意思嗎 這是一個表徵 這是一個象徵 就要像當初 日本女王這樣建立台灣的主權 自己都說 受到日本人的官吏 他的警察 受他的教育 說他的話 全台灣每個人都聽到了指揮 他就建立起這個地方的主權 所以為什麼說 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說 澳洲土著毛利人 沒有澳洲的主權 土地主權 在國際法 來講 因為澳洲都是部落 你知道意思嗎 他都是酋長什麼的 酋長也是一樣 他有那個組長嘛 酋長組長 像美國印第安人也是啊 但是他不是天號一個人 他是各個部落 大部落小部落 部落之間跟部落之間 誰也不聽誰的 也會打仗 好不好 像賽格派來 他也是 部落跟部落領地也會打 有沒有 他們沒有統一的組 日本人來 就把他征服掉 然後他們都要聽他的話 認一個主廊 那個主廊就是有租款 就是毛利人 當初就是英國女王 她的黃軍 來征服澳洲的時候 把地方的 上的所有的毛利人征服 你也都要聽他的話 慢慢的 他也有 紐西蘭 都征服掉了 就有紐西蘭主權 有加拿大主權 甚至以前印度也是啊 你知道嗎 印度也是喔 所以說這觀念 自己建立起來說 原來主權很重要 我們是台灣出事 也沒有台灣的主權 人家建立起來 人家建立起來 但是我們不要灰心 我們沒有主權 但是我們可以請他要求他給我們 給我們這個權利 然後我們可以高度自治 為什麼民主黨一直說 我們要尊風天王 事實上 只有他的認可 我們才可以高度自治 可以在國際上走出來 也可以上聯合國 有一個聯合國的席次 你知道意思嗎 有人說 我們這是無地主 無地主的話 不然我說無地主的事情 自己摸開講 事實上有 什麼叫無地主 像說 在舊西山合約的第二條的A 日本政府放棄韓國的 A是A A是講韓國 B是講台灣 放棄韓國 說我們權利 EU怎樣怎樣 然後讓韓國人獨立 B就是說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 然後放棄他們主權 韓國人 TITLE RIDE 那一堆 但是他就說 沒有說 沒有讓你獨立 Independent 沒有它獨立 沒有說 突給誰 台灣與 韓國有兩個差別 這就是它寫第二條A跟B的差別 因為韓國以前有什麼? 以前有韓國王 我們看那個韓劇有沒有 韓國有王 那個王就是南韓、北韓 都全部聽那個王的話 漢成嘛,那時候在漢成 韓國王 所以說它有統一過 聽一個人的話 就是它有建立過主權 韓國有建立過主權 如果管轄權就是 韓國王就是以前的日和合併條款 日本跟韓國有一個日和合併條款 日韓合併條款的時候 韓國的王把他的管轄權 就給日本天皇 如果日本天皇把管轄權放棄以後 韓國人他就可以獨立了 問題是台灣 他的主人是誰建立的 是天皇建立的 他也沒辦法放棄 他建立以後變成什麼 變成是殖民地的性質 但是主權是他的 但是他還不是神聖不可分割 要變成他的殖民地領地 要變成神聖不分割 他就要有一個程序就是說什麼 他的憲法 要實施在那塊土地上 我們有黃明花嘛 你聽過嗎 這個話自己都聽過 這個大家都有聽過 黃明花就是說 你會說 你會說日本話 你會改日本聖的名 你的風俗習慣跟日本人一樣 一模一樣 開始有神社 有祭拜三 跟風俗慢慢相同 就可以黃明花 黃明花 這個還不是一個表真 最主要表真是什麼 立武實現民之憲法 在1945年的4月1號 就有實施民之憲法 用天王的招書 直接試給台灣人民 用招書 這塊土地人民變成他的臣民 所以我們是日本黃明 一九四五年四位一合 有人說戰爭 1945年4月1號就是 大戰快結束了 你知道嗎 他是1945年8月15號 天王就投降嘛 黃明花以後 那個宣佈 實施民之憲法 到投降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我可以提醒很多的人 尤其一些 也是跟我們一樣也愛台灣 但是他就是有台獨傾向的 他們是說 我們殖民地啊 但是因為有十四民之憲法 就不是殖民地了 十四民之憲法 也有一些狀況就不一樣 以前我們 日本人叫我們去做日本 義勇 就是高下義勇軍 義勇是什麼意思 主委的 志願的 理館在做兵的 你知道嗎 但是在1945年4月1號以後 就是真兵 我們大國就是真兵的 有去南眸 然後他有回來 他是真兵 十四民之憲法 真兵這代表什麼 你知道嗎 你真兵做兵是會 義勇的 你會死人 做兵會死人 你知道嗎 你去做兵 你不怕 還是你爸爸媽媽 怎麼會死 國家要死 你知道意思嗎 這就是什麼 就是有權利跟義勇 你有義勇當兵 你就是有這個權利 想這個福利的 這很簡單的啊 覺得我不知道 這不懂 我說很簡單啊 還有什麼 你用參戰權和參戰權 就是我當時說 吳豐林家 林憲堂 他家很有錢 但是他還有一個身份 他是大日本帝國國會的議員 參議員 參議員 我最想不去 他有去日本帝國的國會 參與國事 意思是說 我說今天要三七五檢督 林憲堂舉手說反對 他還可以說反對 他可以決定國家的去向 政策的導向 你知道意思嗎 他的台灣人也去當兵 要不要什麼 權利和義務都付了 所以他變成什麼 這個土地人民就是什麼 他的神聖不可分割的引土 他也要保護台灣人民 有給他效忠了 民眾是說效忠嘛 其實我們的阿公 或是我們的爸爸媽媽 有給他效忠 有去做兵 也參加的機會 我們不是殖民地 我們不是殖民地 你知道嗎 所以有的台獨派的他們說 台灣的殖民地 為什麼 開始是殖民地 後來是有十四民治憲法 十四民治憲法 就反轉過來 所以就 暫領 不擁有 不轉移主權嘛 所以美國人是沒有台灣獨立 因為這塊土地 還是他神聖不可分割的 領土 是日本天王的 不用台灣 把我們放範圍 把我們台灣獨立 射還 日本聽說,美國總統歐巴馬,我台灣 你早年還不是你,是我,你怎麼會獨立? 你不要背我?歐巴馬要怎麼去再生一個台灣給他? 是不是?怎麼辦?說台灣就不能獨立 這位美國人也有苦難言,你知道嗎? 他又要摸一種,又要賣軍火,又怎樣? 他又不敢講名,對吧? 沒有要求啊,又要生一個台灣行為,國會彈河 你知道的意思嗎?你只佔你,不擁有這塊土地的主權 所以美國就是台獨代表戰爭 所以要找,自己都要找 希望你自己了解,說也要聽 等於跟你們親切合作,我愛台灣的,不清楚說也要聽 讓大家都醒起來 像說有的,台灣派,像我以前也是 我們殖民地,我們無地主,我們就要 因為放棄台灣,然後又沒說突給誰 然後說就是給我們台灣人民 問題是,這是有地主啊,本來就有人了 他又不在,就竟然會宣佈說放棄台灣的主權 只是日本政府放棄啊,又不是天王主人 本身去放棄嘛,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不清楚說,這是殖民地啊 如果真的是殖民地的話,其實我們台灣人很不好 如果說這是無地主的話,會陷於 關節補負的地步,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會給你聽 如果瞬間這塊土地變成無地主的話 台灣這個土地有兩種人 台灣人跟什麼人 跟中國人,對 中國人什麼國籍 大日本國籍,對吧? 這樣我問你啦 如果瞬間這塊土地變成無地主的話 中華民國國籍,他只是沒有什麼 他只是欠缺土地,對吧? 他離開他自領地嘛 到別的地方,到別的國家 土地上,果然殘船,還活著 如果這塊土地瞬間是無地主 如果這塊土地,瞬間是無地主 馬英九不是笨蛋,你知道意思嗎? 他們的智狼團,他們的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高級性的那個人 啊,快點啊,無地主,我就中華民國 快點去申請 那我問你,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 中國人有多少人? 兩千三百萬人 他們都怕,你拿到中華民國 雖然是戴個面具 拿了他的假證件 但是你們 你選總統都會選到馬英九 怎麼可能 你知道意思嗎 你選總統都會選到馬英九 小英的選輸 你去說 我就變成說 你一定會認為說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華民國人 瞬間他就有這個土地的話 他就不是流亡政府了 你知道嗎 他就就地合法了 台灣人說 我快點 台灣人快點選也來不及了 因為什麼 他就是真的是流亡值插土地而已 他會趕快去電影國去註冊 我說我是中華民國 還是改個國名是怎麼樣 你台灣人要開始找台灣人出來 然後再申請怎樣 你也輸人啊 而且有的台灣人 一半以上都聽得不清楚 他也說我是台灣人 他拿中華民國的護照 中華民國的身分證明 所以這個選就是中華民國 就地合法 台灣人 你以為我們變中國人 對不對 先變成這樣 這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 其實美國人也是說 一直沒有在公投 因為你可能 會輸人 台灣人 你大家不清楚 你公投真的會輸他們 輸給中國人 沒有 你想看看 你怎麼會說 每次選到台灣的人民是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十五才是中國人 而為什麼選中華民國總統說 因為你有參與 其實我們參與是不對啦 但是你有想到真的嗎 中華民國的馬英九 中國人會當選 其實就是 有很多的台灣人去支持他當選嘛 不然你八十五% 台灣怎麼會選出十五%的人 那就是誰都不清楚啊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們真的 你不要讓你獨立啊 你公投還是什麼自憲要求 很危險 你也表現出你們意志 搞不好 國際上又發生 美國也掰替討 也難處理啊 所以要趕快講說 台灣不能公投 台灣不能獨立 它也是 這是它的底線 它有紅線嘛 對吧 所以台灣 我們要清楚 我這樣說自己就要了解 去看到一些人 去跟他講法 你就 很多說 有台灣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我沒有認為說 說台灣會怎麼樣 像說 我就是因為 你後來要執政官員嘛 我們有那種心境 就是說 像 像我們要 教育的話 重新再教育 什麼微調課綱 什麼 那個是他們以後的人 要讀的啦 他們中國人要離開了嘛 今年應該就會離開了 很順利啦 應該順利的話 今年就會離開 裡面老人的教科書 他們 留他們教科書 要去平壇 去馬祖教嘛 我們台灣就用我們自己的 對吧 但是 我要講一個 講個例子 像我們台灣也蠻相遠的 像我以前 我 我 差 十幾年前 有一個 什麼 2100 什麼 全民開獎的節目嘛 剛剛 第四台上 開放的節目 大家很熱門 那個節目 它廣告的時候 廣告期間 什麼 片眼地區 勸募什麼 那個叫什麼 營養午餐 對啦 我就很喜歡講這個例子給大家聽 那時候我講說 哇 片眼地區人民的學童 你爸爸媽媽 住在偏遠 山地 賺錢不太困難嘛 所以有時候 講不起 營養午餐嘛 大家都去捐一下 我也有關 那時候 就關一下 你就會勸募 做個善事 給大家關一下 那就 覺得很好 心裡有個安慰 但是後來發覺到時候 那大家都會關 你知道意思嗎 大家都會關 這個執政團隊是在做什麼 如果說 讀書 讀書 然後小孩子 吃也吃不起 那學校有什麼 不付這個營養午餐的錢 那就 學到六塊好了 就不用再關錢了嘛 我們不納稅金 就有啊 後來沒辦法 你都做議員嘛 做內金嘛 你就把那個預算 就是 營養午餐群 編好就好了啊 不要那麼偽善 讓自己關錢 關錢 誰關什麼 關到自己都沒有什麼 疲乏 你知道嗎 你就把 明年營養午餐餐 預算 我聽說是 全國的好像兩三億而已嘛 我記得沒有幾億啦 欸 那個花博三四百 可以開耶 那 他們有餐廳 你怎麼不可以開 對不對 那你們是 以後你們就是會 帶領台灣走前進的人 你們怎麼會給 分出 預算啊 那個 預算的 預算會排他去 你邊這個預算邊上去 就一定有的預算會被排在外面 就弄不到 但是你要請說 原的預算 應該要優先 應該像說 什麼放煙火啦 劉鎮宏 劉鎮宏 那苗栗 放煙火 要欠錢 要欠錢 要放煙火 那兩個就不要排了嘛 這樣說 但是我都很想 就講到這個教育 就是想說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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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說 我們在我們的義務教 義務 有權利跟義務 憲法規定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說 我們是 扶兵 納稅 跟所有國民義務教 是我們的權利跟義務 對不對 十五年做兵 怎麼六錢 你躲在軍中 你躲在軍中 吃軍中的米 你躲在軍中 當初朝上課 你們有交錢給國家嗎 沒有嘛 因為是你們的 義務嘛 義務 要扶國民義務的兵力 對不對 不用花錢 可是在憲法裡面有寫說 中華民國憲法有寫說 受國民義務教也是義務啊 為什麼我們要學雜費 要那些費用 你們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好像剛剛我講說 那個 那你排預算 營養午餐嘛 甚至你要進一步想一想說 奇怪 不會是義務教育 我甚至當兵 還有每個月 那時候還有一千多塊 兩千塊好不好 發給我買牙刷牙膏 還有買換洗衣褲 還有說 坐車回去探親 回家裡要有車錢嘛 軍中還發給我錢耶 別別是義務 為什麼 國家叫我小孩去讀書 受教育 為什麼要叫我花錢 對不對 那不是在納稅就有用了 是不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有想過嗎 真的是這樣啊 是不是變成 因為我們全力優 好像我們都 傻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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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兵免花錢 那為什麼 你小孩要去花錢 那不是都整張去 去記不去嗎 對不對 好啊 你說記 你會說 好啦我失業了 我失業了 我的小孩說 爸爸明天喔 我們要註冊 我要幾百塊 我說爸爸 我明天要去交友 要給我要錢 如果我失業了 我就會拍鬼 你知道嗎 又難過 又不好過 然後又失業 突然 國家叫我小孩去讀書 義務的 然後又說要營養午餐 又要學費 又要給我拿錢 我就 對不對 對 變成說家長負擔啊 這樣就變成說 不是義務的 我們要入錢 就像說 水有水桌 草雲殘桌 台地要回家 都是 繳那麼多費用 可是就有一群 就是沒有啊 他們都不用納稅 我們就要納稅 我們習以為常了嘛 我們就說 因為眷村當然很正常嘛 可是你是中華民國國民 如果你是真的認為 你是中華民國國民的話 那我問你 為什麼他們有眷村 你為什麼沒有眷村 因為他是職業軍人 職業軍人也是中華民國國民 我去吃頭 我也是中華民國國民 為什麼他不包我眷村 對不對 心變這樣 這是比較啦 我們是 他跟城市比較回來 說 原來就是這樣而已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是受到 不是中國人的待遇而已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所以法理上 法理上正格來講 我們也不是中國人 我們的國籍是被強迫的 民主黨有告美國 告第一次嘛 就是說我們台灣人沒有人權嘛 就是說我們 我們沒有國籍嘛 因為我們拿的中華民國國籍 是無效的 是假的 全世界沒有人承認中華民國的 這個國家 我們卻拿中華民國這個 國家的護照的新聞證 流亡的去用 很難用 我們還是很能耐 在用 有時候想台灣人也是很厲害 可是我們現在 我們 我們的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到美國 在日本 很好用 可笑是 因為在台灣 是台灣治理當局 在管理 我們這個事情 他們沒有什麼 不可以用 他們不可以用的東西 來台灣很好用 他們就在管 我想不到 要唱要唱 可是我去日本 我去日本 拿那個身份證明 去換錢什麼 我也換一下 真的可以換錢 可以身份證明 真的 甚至說 我講一個新的 像說 我頂你 我去日本 禁國神社 我去日本 禁國神社的時候 真的 日本人都是在 外面在拜 我們台灣人 真的是成名 可以到 跑去內殿 在拜 禁國神社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台灣 那個英靈 我們真的是 跑去內殿社 內殿去祭拜 是真的 因為我身在其境 真的是這一回事 日本人也知道 所以我們去內殿拜 我在出國的時候 也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們出國的時候 在中華民國海關 排很長 然後那個海關就好心說 你們這些人可以去辦 那個自動通關 就把我前面那一集 把他拖去 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們台灣人 我們就過去 要辦自動關 有個要件 他竟然說 那個你要準備第二份證券 證明你是那個 就可以辦自動通關 我前面有一個 那個通訊 自動通關 第二證券 他就 他就照台灣民政務 身份證就拿去了 我在後面 換了一堆 身份證明 就 拿來看 是台灣民政務 身份證就 就負責給他看 那海關看了以後 你還有別的證明嗎 我聽得很清楚 他說 沒有 他就認證 那不知道怎麼辦 知道嗎 然後就拿那個資料 拿著 然後就往後走 後面有個牆壁 看起來是牆壁 可是那個還有 他那時候有一個門 這個門 是一個門 按門 就是要緊要緊 要緊要緊 差不多三十秒 他就 倒著就過去了 沒有講什麼 我在後面 我是跟他 台灣民政務身份證 那個自動通關 就有蓋一個 一個特別的 什麼章 他說 我的那個證件 我那個護照裡面 就快速通關那個章 這個是事實 這是事實 他們知道 他那個 聽說刷那個卡 我們 台灣民政務身份證 有那個晶片卡 你知道嗎 那卡跟中華民國護照的晶片 是 那個資料是都有 都有 不是在這裡 不是空的 是假的 對 聽說 你身高體重 就是你寫 你申請身份證裡面的資料裡面 你寫的東西 它都寫在裡面 你的眼球 你的身高體重 你住在哪裡 叫什麼名字 一清二楚 刷卡晶片就刷出來了 所以那是真的 你怎麼快搬 而且你們早點辦了 有好處 我就這樣說而已 今天 沒有說八行 有好處是說 你除了證明你是台灣人以外 其實 因為我們要 政權改變 你知道意思嗎 政權改變的時候 中華民國來台灣 日本人走了 政權改變 政權改變 政權改變有很多的表徵 我說過了 國旗 騎人牌就升了 對吧 唱的國歌 還有什麼事情 不用用他們的錢 清朝跟明朝 明朝 明朝不用明朝的錢 對吧 金多掉 所以說 我們新台幣 新台幣 以前有什麼 有九台幣 古的台幣 你什麼意思嗎 古的台幣 古的台幣 幾塊換幾塊 四萬元 一萬元 你聽到多少 沒有聽過 哇 有啦 有啦 有四萬元一塊嘛 欸 那時候四萬元很大 不一定你有四萬塊 你知道意思嗎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五百萬元一塊意思 你知道意思嗎 四萬元一塊不一定有四萬元 不過 瞬間你今天就四萬元一塊起來 怎麼變一塊而已 那以前錢很大 所以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們要改朝販代 對吧 剩下我們的國旗 剩下我們的國旗 知道嗎 剩下我們的國旗 我們以後會制作我們 我們現在唱的是代表零食歌嘛 後來有我們的國歌喔 我們要用心台幣嗎 不會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有人說四十萬元一塊啦 後來我們不知道 因為還要經過軍事政府同意 軍事政府同意的時候 我們才會做的啦 但是 那些人本來後來變 四十萬元一塊 你四十萬元一塊 你四千元變一千塊而已 你知道意思嗎 那就是轉型正義 美國答應了 所以要讓我們轉型 以前我們台灣人的財產 被洗淨一次 以後他會讓我們再洗回來 是這樣子 但是 但是為什麼 我要跟你講這個 因為就是 如果你也有 台灣人民的身份證 你有民政務身份證的時候 你能證明你是台灣人嘛 你就不用轉型正義 你是受害者可以轉回 所以你 你 就是換四十萬元 國財產 這樣說得快 好嗎 當然 不要說鄉親 你聽我的意思嗎 有人 打拼了一四人 騎幾百萬 騎幾千萬 鄉人不去 歷史會重演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因為國財產 你快換 時間也要夠了 美國人說 他會讓你換 正台幣 換幣 換幣子 比率會比較好 你財產 才會保住 這樣子 這樣 夠五十分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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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換幣子 這後來的 後來的案子 還不知道 它是有講到這方面 不一定啦 不一定啦 你敢去店用美金買豆油 你知道我意思嗎 好啦 這樣的話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